今天是2016年5月27日上午 我来到老师这边做3D检测 那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请老师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做过了 所以我就请老师针对妈妈有问题的部分来做 现在做的是脑部的部分 那脑部的部分呢 据那个做这个脑部检测 说有很很大的改善 去去年说前年有很大的改善 那今年我们还没有去做脑部检测 那现在呢我就请老师帮忙看一下 是不是有比这里面的资料来的进步 也就是对我对妈妈做的这么多的自然疗法 看他的进展是怎么样 所以现在我希望老师针对重要的部分 就是妈妈之前有问题的部位 那据我记得就是脑部一定是有问题 然后心肝 皮 哎 心肝 皮卫生不是全部了吗 没关系老师你就看一下他的状况 还有他的骨骼的部分 是不是有疏松这样 那现在最大的 现在中西药都没有吃了 都没有吃很久了 然后应该有七八个月以上 都没有再吃中西药了 那现在就是 每天早上吃两餐的24股粉 配三宝粉 然后再加上两餐搅打 养护所的搅打的食物 然后傍晚的时候吃 傍晚的时候吃地瓜 打的地瓜 那如果我来不及做地瓜 今天没有做 没有带过去 那我也有黑木耳跟白木耳的那个罐装的东西 请她们给妈妈吃 那各方面看起来 妈妈的状况 还不错 非常好 那现在的状况是 妈妈的意识 比以前清楚 反应也比之前要好 那手的乱缩呢 手脚的乱缩 还是乱缩 但是有防止在恶化 有达到防止在恶化的 所以有进步是些许的进步 但是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老师这个是什么 现在就是针对一些重点式的部位 再做一下 我看到有很多红色的部位 我想我们就针对红色的部位 那一些都是正常的 红色的部位是正常的 那个黄山脚那是正常的 哦 东西不太懂 我刚看到有些好多 出现那个形形的彩色 哦 这个地方红色有什么意义吗 嗯 正常的 那个三角形往上 不是 我是说这个地方 哦 那就是有问题的 哦 所以 红色的部分还挺多的 没有 很少 你看 胃部神经也是红色 那个不是 这个是 要飙升出红一点的东西 但那个是 只是 自己的类别 哦 自己的类别 哦 还好 我以为 那个 那个 红色就是 有问题 现在这个是肾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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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的是 宜藏附近有些障碍 那这次呢 你说之前 宜藏有障碍 这次 宜藏的障碍 已经没有了 嗯 那就是 宜藏的部分有改善 有很大的改善 那其他有问题的都没有 都还没有改善 那其他有问题的都还没有改善 呃 之前没有检 这一组遗器没有检查到其他的问题 宽藏那一组检查比较多 但是宽藏后来也是差不多就是 没有发现比较多的 没有发现特别的问题 好 但是现在这一组就是有一个问题 是在于说 他是藉由 他是藉由那个 脑部啊 接收 身体回应的讯息来做判断的 那老人家 身体的那一种 五脏六腑啊 他回应的讯息啊 他会自然的过滤掉 那个不健康的讯息 蛤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的 他承受的痛苦才会很少 嗯 所以在这一组的检查来讲 就很多的慢性病 他就 就是说比较属于老化的慢性病 他就会自己 就没有侦测到 嗯 那 所以 年轻人可以测出他很多问题 那像 年纪很大的反而 他就侦测不到 嗯 因为事实上他的脑部 就是属于一种 休息状态 所以久而久之为什么会变痴呆 因为 他就放弃 侦测自己身体内在了 哦 所以 你的意思是说 不是仪器的问题 是人体本身的保护作用吗 对 哦 哦 人体 任何一个障位 他生病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脑部就会 呈现一种 放弃状态 你说 诶 不管年轻人 老年人 对 只要是那个障位已经是生病很久之后 除非你再去激荡他 不然他就会处于一种 脑部来讲 他所接收到的事情 他就不会把那个地方当成是有病的位置 因为他觉得这样太痛苦了 对 所以他就宁愿不去 不去排除 不去 不去 不去处理 对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身体 有这样的一个自动的 对 自己保护的作用 对 知道这个地方已经 无可救药了 对 他就会放弃 所以他就放弃 他就不去把他当作是个问题 对 哦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说 是不是 呃 对于年轻人来说 他就自动放弃 对于老年人来说 他发现他是老化造成的 他也不去处理 对 所以 呃 所以为什么我妈看起来 他看起来的健康情况 比一般年轻人18岁还要健康啊 哦 这样 但是这不是真实的状况 就像 还有一种情况 就像癌症 癌症的病患 那因为癌细胞 它本身会释放出 就是说错误的干扰讯息 让你的免疫系统不做反应 这时候 用这样的免疫系也侦测不到 哦 对 那反而你如果吃什么 正确的东西 或是你开始做处理的时候 那个地方才开始有问题 博育 对 这就叫做明炫反应吗 对 我们平常听到的说 如果有明炫反应出来 对 不要害怕 对 这是好转现象 对 那这种明炫反应的概念 中医以前用药它说 药不明炫 那个窃急活戳 就是 如果那个药放下去之后 没有产生明炫反应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达到那个深度 哦 但是现在的人 他是很害怕明炫反应 他也无法去分辨 这个是药的康复的反应呢 还是它恶化了 弄不清楚 所以他会直接把那种反应 就用其他的药剂给他处理掉 嗯 那在 在这次的这种检验来讲 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灯 有没有 绿色的灯 整排有没有 全部都是绿色 对 他的身体如果说 这看起来就比这个年轻人 这个18岁的还要健康啊 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那这个胰臟组织 上次去年检查的时候 他有呈现不健康的状态 我们来跟去年做一个比对 好 这是去年的状态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小小的黑黑的 是 那今天这里黑黑的 这个地方没有 是 所以他说 補偿反应17是什么意思 没有 他现在是以判断来讲 他说是反而衰弱了 可是事实上呢 他是平衡的 你看这边 去年这里好像说特别健康 那事实上老人家 他并不是真的如此 那 这个地方不健康 那这一次呢 他是比较平衡 不过这一次的 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那个地方 看起来是说 他有 这个地方他有侦测到 这个 神经系统这个地方 有侦测到 这里呈现的是一整个都是一号点 等一下我来看看 所谓的一号点 背部的神经系统 他非常的兴奋 背部的神经系统 非常兴奋 然后这个是腹部的神经系统 这两个大神经系统 一个是四号点 一个是一号点 那这差距相当的大 对 腹部神经 这个地方 这背后背部属于一种兴奋状态 那我们来看一下去年的一个情况 这是去年的那个 也没有到去年 2016 没有这个地方 去年没有测到 这个地方就是一号点 他出现很大的兴奋 那这里是 这个是一般 一般我们说阴阳不交 智力神经失调的时候 也会产生的情况 背部过度兴奋 那前面这地方就是 处于一个 比较 算也应该算是比较正常的状态 那背部那是比较不正常 所以 当然这可能是在他在康复的一个反应 因为康复的时候 他会从交感神经去 所以说活络开始 这个是应该是一个 康复的一个 所谓的不平衡的一个展现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 这个交感神经 交感神经兴奋 至少就是说他 好像有点意愿 其实他是属于不平衡的状态 但是至少他是有一个意愿 我们看到一个人 他出现的是一种类似像像 有一种接近痴呆的一个状态来讲 应该要看到不平衡的 可是很多时候 出现痴呆的 可是我们看到他的身体是非常平衡的 那表示这种痴呆是没有办法抑制的 那现在他痴呆 可是他可以从神经系统看到不平衡 这个至少就是他的身体有在反应 可能有在刺激让他活药 活药过来 这是我的判断 总是说 症状 疾病要跟症状要能够相应 如果疾病跟症状不相应 那种疾病都很危险 比方说他严重的发炎 可是在心跳就只有六十几下七十下 那这种发炎 表示身体是放弃状态 那如果是说发炎 那心跳也飙到一百多 虽然感觉上是很危险 但事实上他身体有在处理 那现在这个状态来讲 这表示身体他有在反应 有在处理 这是唯一有反应的地方 这是唯一有反应的地方 有看到他不平衡的地方 那其他地方我们看到都很平衡 那其实那种平衡反而是不正常 所以唯一有反应的地方在背部 就是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的部分 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的部分 对 是不平衡的 其他的地方都平衡了 但是其他地方的平衡 我就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是 实体的一个状况 是 不过他的身体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平衡状态 所以没有发生所谓的急性的震候出来 是 就是危及生命的震候 是 是 只是他呈现出一个退化 退化 那现在这个有点在激活的这种感觉 有点在激活 请问一下他的骨骼怎么样 骨骼出松的问题 在这里没有侦测到 哦 髋关节那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这里都没有侦测到 都没有 都没有 对 我说这个是藉由说身体回馈的讯息 他侦测那个讯息的 所以他的检测 检测的这个仪器 他装在接近脑部的位置 他其实是侦测身体回应出来的讯息波 接收那个讯息波来做判断 是 好的 那这样就检测完了吗 是的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 那照一下妈妈现在的状况 妈妈在那里看着我们了 太热了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一边 老师 你 那你退后我叫妈妈 来 老师 你 老师 那老妈 哎呀 非常棒 祝妈妈赶快神经活跃 说明有机会 神经越来越好 好 apro 您 好 companies